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北冰洋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未來它的航道會越來越多 那很多貨物啊 包括很多戰略價值都會浮現 所以其實 俄羅斯早就在那邊佈局 連中國大陸都去佈局 那美國當然也一直在密切觀察這一塊 那觀察這一塊 他現在就決定把他軍事整個改組 那很多人說 你在北極圈弄個空降師 難道要在那邊空降嗎 那當然不是啦 因為空降師只是一個名稱 他當然可以做空降的任務 可是基本上各種特種任務 他都可以做 所以美國過去曾經有三個空降師 一個是822空降師 一個是101空降師 這兩個主要在二戰的時候 在歐洲戰場 另外一個11空降師 就是在太平洋戰場 在太平洋戰場的時候 最後他有參與那個菲律賓的解放 他甚至去營救了戰俘營 所以後來他的外號叫ANGEL 因為像天使一樣去解救人家 然後所以他就獲得這個美名 那後來呢因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後來又爆發了韓戰 那爆發韓戰的時候 第11空降師其實也有過去 有一部分的官兵過去資源作戰 那後來他就主要調回美國本土 幹什麼負責訓練士兵 那訓練士兵他也在實驗一些 特殊的作戰方式 比如說當時美國開始考慮 一種新的作戰方式叫 直升機空技師 也就是直升機機將的方式 去做突擊行動 當時就是以11空降師為骨幹 專門做這樣的一個訓練 所以美國每一次有一些 新的特殊的任務 都是由11空降師來做實驗 那也由他來負責教導 那現在新的11空降師又重新組編了 因為他1965年解編之後 到現在一直都沒成立 那現在新的又重新成立 顯然美國想要運用一種新的戰法 在北冰洋這一塊 來去跟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來去抗衡 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們會看到 11空降師應該會啟用 美國很多新式的武器 特別針對北極圈所設計的一些武器 然後在這邊做一些運用 那未來我相信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還有其他鄰近北冰洋的國家 也都會有新的部隊出現 因為這是未來人類必將去爭奪的一塊戰 尤其是在這種嚴寒的氣候之下 要能夠打仗作戰的話 那需要經過更多的訓練 你剛剛講到說還包括連武器的部分 因為俄羅斯軍他一直都生活在北極圈 所以他最了解這個東西 你要知道其實一般我們隨便講的 比如說坦克 像一般我們國家在用的坦克 到了北極圈之後 很多根本不能用 因為你一旦脆化之後 實際上你不用砲彈打 你拿個榔頭一敲他可能就睡了 因為太冷了 那俄羅斯是因為他自己本身處於這種基地 所以他特別在他的鋼彩頭 用另外的化學成分 讓他不會這麼脆 那美國當然也會在這一方面 會針對北極圈去特別設計他的武器 所以我覺得未來北極的爭霸時代已經來臨 好所以剛剛講到天使 現在你看這個綽號叫天使營 過去曾在二戰後期解放日本 在菲律賓居壓營中的2000多名平民 那接下來當然還會有所謂的新的徽章 因為重新重啟了 所以現在美國等於已經是要在天使營 搞個北極戰場了嗎 但是也不是美國自己搞 美國現在其實跟北歐的國家 現在也要一起來聯合備戰了嗎 我們看到呢在現在你看喔 芬蘭瑞典不是才剛申請加入北約嗎 這美國的這個兩棲攻擊艦 叫做齊爾沙制號他就來了 他就出現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港口 所以要加入北約波羅的海海軍的演習了 而且還號稱這可是史上 斯德哥爾摩停靠美國最大的戰艦 這是代表什麼意義呢 就是現在北約要來保護瑞典跟芬蘭喔 還不是正式的成員國 但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宣示的意義非常強烈 那麼美國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立 甚至也表示 美國是絕對力挺瑞典跟芬蘭申請加入北約的 因此從6月5號到6月17號 北約嚴渡演習 芬蘭瑞典當然也就加入囉 好來接大使 其實瑞典芬蘭還有加拿大 俄羅斯丹麥這幾個國家 過去是所謂的北冰陽 北極地區爭霸的幾個主角 美國因為它這個除了阿拉斯加以外 它跟這個北極距離是比較遠的 那麼它的本土隔一個加拿大 沒有直接到這個北極 所以並沒有像這些歐洲這幾個國家 挪威芬蘭瑞典對於在北極這個地方 一些島嶼甚至這個海洋的資源 有這樣子強烈的這種企圖心 那這裡面這些國家真的非常厲害 已經是數十年了 那在冷戰期間其實北極更熱鬧 因為你從地球角度來看 其實你要從東西向這樣攻擊 就美國跟俄羅斯來講 其實它的距離超過於從北極 直接越過北極的這種飛彈的部署 所以雙方在對於透過北極 來互相攻擊自己的雙方領土 過去在冷戰時期就非常非常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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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 另外一方面北極因為它事實上它是北冰陽 它上面其實都是冰塊 那事實上的話冰塊可以含 它可以讓你的潛水艇在下面通過的時候 得到極好的隱蔽 所以事實上在這個靠近北極圈 俄羅斯有非常有幾個重要的軍事 核子潛艇的基地都在那裡 因為它一潛下去以後 隨這個冰城的這個隱蔽 就沒有辦法 那以前我記得常常有這個俄羅斯的這個 潛水艇從冰城裡面突然浮起來 那這個它這個浮起來 它的這個威脅性就很大 所以在這個在這個北極的這個 不管是安全戰略的禁足 其實已經其來有志 那麼最近美國又做了一個 比較多的一個動作 我想主要是迎合瑞典跟芬萊加入北約 那麼表示說你們在北極的這種 今後跟俄羅斯的這種競爭 這種角逐的話 放心大哥來了 我也加入你們 一起來對付俄羅斯 那現在隨著剛剛寒冰講的這個 這地球暖化 北冰洋的這個航道 現在若已經儼然成型 那就說將來從亞洲的這些 要往歐洲的路不必再繞 繞到這個這個什麼 這個新加坡 到這個這邊 再繞一路繞過這個 這個紅海再跑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蘇伊士運河到歐洲 你直接往北走 走這個 沿著這個勘喳喳半島 一繞過進入北極以後 事實上地球是圓的 你上面其實它的 越上面 它的橫向東西距離越近 所以你走北北北北極 走北冰洋到歐洲 那是一條捷徑 中國大陸已經在積極在佈局了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其實俄羅斯 你不要看這個國家 全世界暖化 人家很多科學家說 只有一個國家是絕對的獲利 就是俄羅斯 因為西伯利亞會變成 人類將來最後一塊開發 非常適合 它那個冰天雪地化以後 它是最適合人類居住 而且有大片的處女地 然後北冰洋這個航線 一開放的話 會改變了 這個 很多海洋的航道的 這些發展 那你過去經過 不過經過 麻六甲 海峽什麼這些東西 都免了 亞歐之間 就直接走北冰洋 所以這個部分是 現實的也是未來的 那美國事實上 我想做瑞典的動作 主要是做給這個 瑞典和芬蘭看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